完成了所有燃料的加注 现在应该说一切准备就绪 将等待窗口择机发射 执行此次防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这已经是它的第29次发射任务了 此前向的任务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这一次这样一枚成熟的火箭 我们为什么还会这么去关注它 所以不仅是国内的公众所关注 而且它吸引了全球科学家的目光 量子卫星是2011年开始立项 然后研制的到现在经过了五年 因为这次火箭所搭载的乘客 非常的特别 它就是莫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 又进行了光测电测太阳翼翻版的安装 等等一系列调试之后 在八月初的时候 卫星和火箭进行了对接 然后转运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 发射塔架的位置 应该说这样的卫星 为什么会备受关注呢 是因为它所要升空之后 会和地面进行三大实验 五个台站天上的卫星 一块来配合 执行这样一个大尺度的实验 它有什么特点呢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在这里介绍一下 两个特点 第一个难度非常之大 怎么说呢 因为 因为 对